欢迎收听总编读书 我是韩聪林 今天算是总编读书第二季 复根集的第一集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重量来宾 也是我多年的好友 更是我们写了文化 我自己的出版社的头牌作者 不敢不敢 来先请叶宜兰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叶宜兰 很高兴能够开始参与这个节目 好 我当初跟宜兰提一个想法 就是当时我想说复根之后 我想邀六到八个左右的固定来宾 然后每一个月来我节目里面分享 一个他们专长的部分 那大家想到宜兰的专长 一定是美食生活这方面的专业 对吧 写的文化也帮他出了非常多本书 不过我提的计划 有让你惊讶一下吗 也 好像也没有太惊讶 因为我觉得以平常 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以我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算是突发奇想吗 还蛮有你的风格的 好 宜兰他其实常年在做一件事 就是他每年会跟他的 长期关注他的朋友分享 他过去一年读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书 尤其是他私心特别想要推荐大家也来看的书 我每年都看他这样做 每年到了固定时间 他就会 已经十几年了 是是是 就会分享你的书单 对吧 每一年会选出十本书 今年最感动难忘的十本书 对 所以我就突然想说 在宜兰每一次推荐这些书的时候 其实留下的文字都不多 我个人是觉得看的不过瘾 就是你大概只讲了一个理由说 为什么你要读这本书 以及你觉得哪些地方值得分享给大家 大概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几百字 两三百字左右的一个描述 多可以到六七百 然后有了电子书以后开始做书摘之后 有再更多一点 是是是 电子书的话题我们可以再谈 对以后再说 对对对 那讲来又是非常长篇 对对 所以我看到就是这是一个机会 就是有没有可能让宜兰有更多的时间 更省力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 他在阅读上面 读到了一些特别出彩的作品 所以我就问宜兰 我说有没有可能把你原本年度计划做的那个东西 放大我们来每个月做一次来聊 不管是你过去读过的书 或你正在读的书 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值得分享给听众朋友的 后来宜兰就马上觉得这个案子蛮有趣的 然后对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怎么说呢 其实我在做书的分享这件事情 其实与其说是分享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在记录 因为实际上如果看我的那个脸书就知道 就是我每次我的书的分享跟我的就是所获得的回馈 或者是赞述 甚至触及率跟我的其他则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 是完全不成比例 可是对我来说其实阅读 我常常说我的人生是由阅读所整个构成 我觉得阅读形塑了我这个人 所以常年读书就如果读完一本书 我很不希望它是浮光略映的过去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这等于算是一个我的读书笔记 那只是就像我所有的生活分享一样 我就是顺便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是这件事情是个人的记录 那每一年去选十本书这件事情 也是为了我自己 就是我是希望是能够去让我再次去 检视我今年的阅读 到底有哪一些书在我的整个生命理 知识上或是我的思考里面 甚至生活中还有留下比较深的印记 这其实是有一点是我自己做的年度报告 不过松林来约我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它就是在我的所有分享里面 就像我说的书可能是一个 相对不被外界注意的一个领域 就是甚至我也 就当然我还是会有接到一些邀约 就是去在一些阅读的场合去谈 读书这件事情 可是它相对于我的其他领域 是相对不受关注 所以我对于松林选中我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很有趣 那我也很想知道说 对我有点差题 可是既然是第一集 我其实蛮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对于一个松林 是一个专业的出版人 就是你对于我每一年的 所选的书单的类型 因为它其实 我选的书单的类型又 其实你要说我的专业 它其实有一定占比 可是相对其实并不高 并不高 对 所以我其实还蛮有趣 就是觉得如果是一个出版人的 角度来看 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读书人 所提出的这个书单的看法是什么 阅读本来就是一种偏识的行为 对我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这毫无疑问吧 我是一个既扎实又偏识的人 对对对 我想如果身为重度阅读者 因为刚刚宜兰讲到说 你每年要挑十本书出来 其实相对应的阅读量 应该是最最起码四到五倍以上 这是 高的时候可以到六七倍 对对对 然后低的话也有四五倍没错 对对 那你可以这样想象吗 就是说如果你一年看 四五十本 那势必不可能是完全focus在 单一类型 但他也没可能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扎实阅读 可能人都是这样 就是阅读的动机跟动力 某一个程度都来自于补自己的不足吧 应该可以这样讲 那你会觉得在哪一个部分是最不足的呢 可能是你每天必须要去实践的专业领域 这是第一个会想象到的 所以我觉得一般人的阅读比例上面来讲 应该有百分之五十吧 我觉得合理是百分之五 最起码百分之五十 是你喜欢读什么 或你工作是什么 有相关的东西 再来才是说 我私下的兴趣 四号 在同心圆一样往外扩散 所以我看你的书单 其实里面有非常 包含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理论上 我并不觉得这本书有 我完全觉得这是叶宜兰风格 好的 叶宜兰风格的书单之一 今天在讨论的这本书 但我觉得这本书特别有趣 也特别值得我们在第一集 跟大家介绍是因为 它不只是一本 你非常粗略的定义 它是一本日记体的旅游书 对吧 如果从外观上看 可能是这样 但我觉得深刻一点看 它其实是一本哲学书 对 其实是 对 它其实是一个 在将近 接近两百年了 我们说的 梭罗的 胡宾散记 对 那已经是一个将近两百年的作品了 某一个程度上面看起来 形式是类似的 但是 梭罗的作品经过了一百多年以后 它已经变成了 哲学命题了 它已经不是一个旅行命题了 所以今日的旅行 有可能变成一百年后的哲学 这本书我自己在我的类别里面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归类 我是把它归类叫做荒野自然阅读 对 那我的如果说 就是留意我近年的书单 就会发现说 荒野自然阅读 在我的那个阅读的那个 范畴里面是一个占比非常高 它甚至在我每一年十大的选书里面 它的数量甚至常常是超过美食 或是 这应该有一点算是旅行 就是超过美食或是其他的类别 那这个的话 这本书应该就是在我的荒野自然阅读里面 算是非常典型的一本 依然要先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 今天它有带实体书 所以如果是在YT看这个节目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书封 当然你按着书名去网络搜寻一下 都很容易就看到了 对 贝加尔湖隐居扎记 对 那这本书是由那个 习尔凡戴松 他所写作的一本书 那它的题材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它就是千里迢迢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法国人 它是一个法国人 然后它千里迢迢的来到 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 然后从冬天到春天 整整待了六个月的时间 然后它独自居住在一栋 非常简朴的小木屋里面 然后这里呢 没有道路 没有邻居 然后只久久偶尔有访客 而且它还不见得欢迎 对 不见得欢迎 然后到中后期的时候 有两只狗 那两只狗 然后以及全程我们在 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多的福特夹 然后当然还有大批的 就是囤积的食物 然后它还有很多书的陪伴 那它就在这个里面 就是某种程度算是 自己自足足的生活 读书 钓鱼 为食 然后同时呢 就是静观 它其实我觉得花最多的时间 就是探索 然后同时静观 就是围绕着它生活周遭的 这些光啊 风啊 雪啊 冰啊 湖啊 然后森林啊 树木 各种各样 还有动物 各种各样动物 它就是静观它周遭的一切 然后在这个中间 它记录下 各种各样 它在这个里面的 它的生活的点滴的记录 然后同时还有它的阅读的记录 然后还有就是 它点点滴滴在这个里面 所衍生的各种各样的思考 思考跟思维 思索这个世界 思索隐居的本质 甚至思索社会 自然所有的一切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本非常动人的书 其实它后来改拍过 成为电影 我有看 我可以坦白说吗 我觉得电影跟这本书 所讲的是完全两回事 对那我觉得 因为我看到一个slogan 我后来觉得这部电影 如果交给日本人拍 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它因为是 法国人拍的吧 对就是它一定要在这个里面 要有一个故事 所以说它把里面的一个 其实并没有真正相处过的 一个隐居者 并没有真正相处过的一个 隐居者的那个故事 把它搬到这个里面来 那所以说就 它就变成一个这个 在书里面的那些 静默的思考 或者是那些光光 就是跟自然之间 跟自然之间的 各种各样的静观 跟思索跟相处 那个东西就没有 它里面反而还有一个 有一点曲折的故事 在这里面 那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对我电影没看 但是我看到一句slogan 我就觉得我大概 看书就可以了 因为他说这是 21世纪的阿拉斯加之死 我没有读过那一本 对 电影是电影吗 对阿拉斯加之死 其实是一个美国的大学生 他跑到阿拉斯加 也是 也是类似有一点像 离开社会 离开人群 然后到阿拉斯加去隐居 然后他为了追寻 他心目中的那个阿拉斯加 最后他是 冻死在荒野 所以到现在 阿拉斯加还有一台那个公车 就是被废弃掉的公车 是当初他生命的最后 他是住在那个公车里面 那所以呢 他变成一个symbol 就好像不羁追求荒野的一个象征 那当然被改拍成电影了 但我看到阿拉斯加之死 因为我之前我就看了书嘛 后来我就 你的推荐我后来看了书 我发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他其实没有这么悲壮 但我们可以理解 如果你不够悲壮 你没办法拍成电影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回过头来 其实刚刚宜兰讲到这一位戴松 对戴松 他是法国人 他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做非常非常极限的旅行挑战 他去单车环游世界 而且那时候他只有19岁 非常的早会的反社会人格 这个词听起来很激烈 不过我觉得蛮贴切的 OK 我先讲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当然这是宜兰的推荐 然后我从他的推荐书单里面去找出这本书 我当初看了书稿的内容 我觉得第一个本身文字非常优美 对这是戴松的一大特色 他的每一本书其实都 这个部分都非常的引人入生 而且他其实是用最简朴的体力来写的 他是日记体 对 这本书是日记体 对 日记体要写的美不容易 日记体通常会沦为一个拉闸 琐碎 对 所以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第一个让我惊艳的是说 他在景物的描写里面 譬如说 如果你看电影 当然就会想象看到贝加尔湖的风光 但是他用的一些文字的形容 我这边可以想念一段 这个是在他一开始很前面 他要去到这个小木屋 贝加尔湖旁边的小木屋 那他要让自己在那边住半年的时间 所以他先去买东西 然后卡车有俄罗斯的司机 载着他到那个小木屋去 中间经过的不是路 是湖面 他们就直接开在贝加尔湖的湖面上 对 冬天可以这样 冬天可以这样 那他怎么去形容贝加尔湖 在冬天的湖面的样貌呢 他这边说的是 他说破碎的冰层 劈劈作响 底层板块 因表层运动的压缩 而并列 这片水银般的平原上 布满曲折的裂缝 裂缝纹路 喷土结晶式的混乱 一道蓝色的鲜血 从玻璃伤口中流出 这文字真的太 形容非常的优美 如诗一般的优美 对 这是诗的语言 这是诗的语言 没错 没错 这里面他其实用了非常多种技巧 我们做文字工作 宜兰写书这么久 我做编辑这么久 其实看得出来这种 对比式的形容 就是他用一些你生活里面 可以去联想到的画面 来去让你仿佛可以看到 你眼前的景物 对 这是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一道蓝色的鲜血 从玻璃伤口中流出 这个 所以创作真的很难 而且我觉得 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很深刻的感受到的 其实是因为 我自己很热爱血 虽然明明我怕冷的半死 对 可是我其实很热爱血 所以我每一年都去 冬季的时候都会去看血 然后我觉得 他说的那个 蓝色的鲜血 从冰中间泵裂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是非常具体的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 长时间待在那样子的 一个环境之下的那个静观 然后才能够这么贴切的 去把真的是在急冷的时候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光产生的 这件事情描写的非常好 我就真的马上我的 就瞬间回到 就是过去曾经非常振折我心的那些 在冰中雪中看到的美景 都会到脑海中 所以其实最吸引你的反而是 今天我们说 我们前面聊到了 湖冰散记 但其实相对的湖冰散记 更吸引你的反而是那个 更加孤绝 更加 空无一物 毫无人烟 甚至没有生机 没有生气的那种大地 我的那个向往 反省会人的 对那 就是刚刚有说到说 我对那个 就是我的阅读的领域里面 有一个占有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荒野自然的阅读 那这个中间其实就有两个 我深刻的 可能是我人生憧憬的事 一个是自然 就是这始终是我的人生中间 深深的 倾心的东西 另外一个荒野 就是所谓的 一世独立 所以如果读者读我 那个历来我在写的东西 特别是旅行的东西 你会发现说 这四个字出现在 我的每一篇文章里 那我的旅行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 部分都是在寻找这样 都是在去 在寻找这样的寂静 所以我自己说的寂静之旅 所以说像寂静之旅 我的很喜欢寂静之旅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雪 去到了一个荒原中间的 那个雪地 然后去寻觅一个 雪这件事情非常神奇 是你只要哗啦啦下下来之后 就把天地全部覆盖 美的也覆盖了 雪的也 然后那个就是丑的也覆盖了 然后它就是变成一个极度 苍茫的空极的一个美丽的一个样貌 那沙漠 对我几次去沙漠 然后我是去那种非常遥远的岛屿 然后我非常喜欢游轮旅行 而且是要小一点的游轮 那为什么我喜欢游轮旅行 就是因为在那个游轮的阳台上面 往外看过去 那个地方 你似望你是完全不会有人言 那所以说其实从以前就 我记得我再一次接受一个采访 那记者听听听听 然后后来就问我一句话 就是你是不是小时候受过什么创伤 就没有 我很努力回想 我并不觉得我受过什么样的创伤 对 我觉得这两件事之所以美是在于说 我觉得静谧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 我觉得静谧这件事情 它会变成一个我们人的一个 很终极的渴望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 对 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 就是我们的群居是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紧迫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做了很多这样的探讨 是 所以你在一个非常喧嚣的 然后紧迫的群居的时候 其实人会失去的东西 你会得到很多的方便 可是也会失去很多的东西 那失去的东西 其实就包括比方说自由 在这本书里 花了很多的文字去谈论的 就是一个隐居者的自由 然后另外一个 就除了自由之外 就是还有一个 你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对 就是你只有 唯有在一个极度静谧的时候 你所有的东西都 减到最低的时候 你的欲望也才能减到最低 然后你才能够很沉澈的去 面对自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非常着迷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刚刚说到说 其实来到极尽之后 极度的静默之后 其实那个自然会变得无比的庞大 那就是我自己着迷自然的 人会变小 对 那着迷于自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自然它其实是非常丰富 很像我说那个什么海 或者是雪 或者是沙漠 你看起来好像是空无一物 可是那个自然变得到无比 壮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分分秒秒 它都不一样 我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看着雪或是看着海一整天 原因是因为你分分钟 它都在改变 那我觉得人为的事物 反而是你由人所创造的事物 是不会有这么多的变化 一栋的建筑 它即使再怎么美 其实通常它所能够造成的变化 是光影投下了之后 还有周遭的树 它才能够去造成 这些不同的变化 那我觉得人所创造的事物 它的变化是有限 可是在自然里面那种 无穷的复杂 跟无穷的丰富 这件事情是可以一直永远讨罪其中 这个观点挺有趣的 刚刚宜兰讲到自由 这是这本书里面不断去探讨的一个论述 我非常喜欢他一开始 他引用的一句话 他说自由向来存在 付出代价即可 的确是没有错 如果隐居 其实我在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们曾经对过 今天到底要讲什么 对吧 在对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有问宜兰一个问题 我说 尹跟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常自称宅嘛 对 没事不出门 对 对我很宅 对 看起来字面上这两者 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但实际 细想好像又有 那么一点不同 所以刚刚讲的那一句话 自由其实不难 他只是需要付出代价 对 这句话我觉得其实 我们都知道 就是如果说我们从政治上 或什么各种 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自由是必须要付出很多代价来换取 对 那我觉得那个代价 他所说的这个代价的话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 就是他 他可能是 就是必须要 对 去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 彻底的被放逐了以后 他才得到自由 像他在书里面 我也摘录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他在谈论自由这件事情 他说自由的人乃拥有时间 能主宰空间只是强人 然后他说我是自由之身 因为我的日子是自由 然后他的 他意思是说 像他另外一句话 我觉得更有趣 他说自由主义者 左派分子 改革分子和富豪 都会乖乖掏钱 买面包 买汽油和缴税 然后他说 隐居者对国家无所求 对 他其实就讲出了 这个隐居的这个争议 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 或者是那些反 就是反抗的人 左派的分子 他们在夸夸其词 在希望去得到自由 可是他们 或者是他们希望去反抗体制 或者是 可是在那个同时间 他们其实又依赖体制 所以说他在 这个依赖体制的过程中间 你还是要缴税 要买面包 然后你要服从这个体制 所给予你的一切 自愿去被他捆绑 但是隐居者 他放逐到一个山林之后 他就自给自足了 他完全靠自己 他钓鱼为食 然后那个 用太阳能板 虽然他还是得买 那个太阳能板 然后就是 就是他 大部分的 生活所需 都由自己来攻击 而且他把它捡到最低 最低限 最极限 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付出的代价 然后 捡到最低限的时候 其实他对于这个体制无所求的时候 他相对他就不被他捆绑 刚刚其实讲到说 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更积极一点来看 自由或者是隐居 他其实是必须要是 我们那天在讯息里面聊到 一种需要奋进 对 你需要努力 你才能达到 要争取 对 然后还要 而且你可能 首先你可能必须要放弃 你必须要放手 放开 放弃 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 本身你就是一种积极的行为 因为你放弃了 你可能是舒适 亲情的忌绊 对 在这个过程中 他女友离他而去 对 又喝了两瓶福特家 不止吧 对 20瓶 六个小时之类的 然后所以说就是 你必须 你首先你必须要去 对你周遭的东西放手 然后再来 你必须要到极限 他为维持他的小屋的温暖 他其实很多的时间都在砍柴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你会知道很多的时间都在砍柴 然后他在寒风中钓鱼 在什么 就是他必须要 非常努力的去维系一个 自己自主的一个生活 可是在这个中间 他得到了无穷的东西 就是他其实反复强调 无依赖体制 然后在他有无穷的时间 因为他有无穷的时间是自己可以住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许就是我们在说隐居者的积极性 他其实是他看似必适 可是其实他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分歧 而且要很多的努力 我们今天其实聊的都是关于这本书里面 让我们产生一些感想 而不是完全去讲这本书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如果听了内容觉得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读进去你会非常有收获 当然就我一个不是专门读这个领域的读者来讲 我常常会被他的反社会人格心中的咆哮 给觉得很打断我的阅读思路 但这中就是你可以跳过的 我觉得 譬如说他每一次灌福特加 我就会觉得 你是特别跑到西伯利亚来喝福特加吗 就是心里面有一点那个murmur 但OK 人都是这样 他一定经历过一些什么 乃至于说他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某一个程度 戴松还是有那么一点反社会人格倾向 他在书里面不断的去反省 这个反省的过程其实表露出他对于群体生活 对于城市生活 对于这个体制的不耐 起码不耐是有的 有没有到愤怒我觉得还好 愤怒应该是我觉得是比较少的 可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基潮 对就是他就是是某一种觉得不以为然 那我觉得这个中间其实 好吧 因为刚刚说我也有反社会人格 或者我也有很强烈的隐居 我就为什么说我宅 就是我还没有办法投身到山林里面去 因为我说那个放弃的那个奋起 其实需要很多的条件 还有很多的勇气 那那件事情还没有 所以说我可能取代的方式 就是去寂静旅行 剩下时间就宅起来 这个其实是我的那个存活的方式 可是作为一个同样就是对于群居的 群居的这件事情 以及我觉得我们可能相对都会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对于文明的困惑 就是在文明里面其实有很多 人类的社会里面 就是在群居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复杂 甚至是荒谬 那或者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 你不得不有的为了挣扎求生的一些残酷 或者是自然也有自然的残酷 可是在这个人的那个残酷里面 有很多从你的角度来看 从自己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个中年就是 我把它称之为叫文明的困惑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在这个群居里面 都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要这样 以及就是那个时候文明的困惑 就是我们非常努力的为了要舒适 所以说我们就很努力的去创造了很多的事物 像先进的设备啊 或者是一个分工的一个体系 或者是就是人类创造了很多的东西 为了生存 然后之后为了舒适 之后为了享乐 然后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 甚至有很多其实是为了炫耀 就是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 那可是因此你反而 你会觉得你好像距离快乐 真正的快乐或幸福 这是老生常谈 可是你实际上你就反而 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对于我们真正的欲求 我们自己对于生命 人生的那个欲求 也许其实并不是这些 你反而会距离这些越走越远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自己所谓 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困惑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 它其实就不断地去反思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所以我反而不会觉得说它打断了 而是我某某程度 我其实还蛮能够认同 他在这个里面所做的这些思索 而且最有趣的是 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 这书里面甚至你也可以把它视作 是一个带松的阅读笔记 这是一个读书人 读书的人 他大量的去阅读 他带电子书就轻松读 他非得带一幕箱的书 对一箱子的书 而且他在书里面开了一个完整的书单 我觉得参考性很够 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 就他开了一个完整书单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他从这些书里面 他也同时在一面阅读 一面在写这些书的阅读记 可是很有趣的是 你会发现说 他在这些书里面都抽取出 他所希望能够跟他现在 正在做的这件事情 相印证的一些哲思道理 或者是情节 去把它放到这里 所以他到后来 他在这个阅读记的过程中间 也很有趣 他在最后他也有提到 就是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也说 其实人的阅读 也是某种程度 是在这个书里面找到自己 他有他自己的描述方法 可是我的理解是 他也同时 就是我们人的阅读 都是在这里面去寻找 能够去跟自己 印证自己现在的处境 或是把自己所想的话 把它讲出来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 对我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他是 就是对于一个也是 很大 我自己觉得 还算是很依存于阅读的人的时候 在这里面就又有很多的共感 其实他的涉略范围之广 这是有让我吓一跳的 尤其他对于中国的诗词 对 他对于中国诗词的热爱 对 我觉得某一个部分 我们前面讲到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 对 他懂得用具象的东西来去表述 他想要形容的东西 我觉得是受了诗词很大的影响 那这里面提到的隐居的概念 我觉得跟 大家一定听过所谓的大隐隐鱼潮 类似这样的论述 那我觉得他提出的这些隐居的 大隐鱼是小隐鱼 对 那就是我的那个隐居在旅馆那本书的书名的由来 对 我后来去查了 其实这个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对 这个概念是从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概念 所谓大隐或小隐或后来延伸出来的 就是隐居的这件事情 隐居的这个概念 在中国的所谓的世代服务文化里面 那当然理论上 这个作者戴松在书里面也提到 我觉得是完全跟所谓的大隐中隐小隐 这个概念是完全重合的 几乎是一致的 那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大隐于事 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第一次提出这个论述的一首诗 他其实是反对隐居的 他是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像竹林西贤这些人 动不动就隐居强调自己的亲民 那所以这一位叫做王康举的诗人 他写了这首诗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 是因为他也就这一首诗传世 这样够了 很有趣 所以他原句是叫小隐隐临首 大隐隐朝世 那他举后面是柏仪串首阳 因为柏仪当初是为了逃避政治上的灾难 所以跑到首阳山去隐居起来 但最后还是死了 然后他说 扰揽扶助使 那扶助使就是扰揽就是扰子的意思 扰子他还是到朝廷里面去任职 所以他用这个对比 其实某一个程度去告诉我们 就是说 你如果要隐居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你跑到哪里去 而是在于你心态上面 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隐居的状态 所以在中国的世代夫文化里面 讲求的是一个修为 对 对 那特别讲这件事其实是因为 我们发现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隐居猛 就是你看嘛 包含在社群里面 大家想要去日本买房子 对吧 我觉得某一个 都是买的 我看到买的东京 京都 是是是是 京都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要离开现有的环境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这是另外一个西方的一个概念 叫Escap 就是逃离 对 那你想要离开 你觉得现在环境对你 你有一些难受 你有一些迫不及待想要离开的理由 想要陌生 想要刺激 这当然是一个 那尹这个概念也是 当你到年纪见长 你可能需要的是慢慢的稍微的平静 所以我觉得这些社会现象某一个都程度都反映 尹这件事 有可能会是在极度压缩跟极度冲撞的社群环境底下 反而会是越来越长大 其实是在一个政局的极度混乱之下而衍生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现在可能是在一个 现在这个时代 我想包括戴松应该也是 现在其实是在一个高度都市化 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还有数位化的问题 就是高度都市化的一个情况之下 人与人的距离都太过于紧迫跟接近的时候 这件事情其实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不要跟你玩了啦 不要跟你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里面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所谓大隐小隐这里面就好像就有一个高下 我想是 就是我自己其实会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那大隐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个从一个修为的一个情况 就像那个 事实上很难做到啊 第一方面对的确是难 所以因此它才叫做大 那其实是一个 就是隐居有的时候是一个心灵的状态 对 还是一个心灵的状态 然后所以说的确没有错 就是你要更高的修为 你才能够在任何地方 无辱而不自得嘛 这句话无辱而不自得 其实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 所以那不过我觉得在戴松 或者是它在这个路线的这个影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面向是不太一样 因为那个我们刚刚说到说 其实这类的书 适应我说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安静 你可以得到一个安静 那其实心灵的安静这件事情 的确是可以在一个修为的情况之下 那个达到 可是这一类的写作 它还有另外一个 其实就是关于自然这件事情 就是那这里面 其实投注了大量的 其实是对于自然的热爱跟向往 对 所以说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非常动人的有很多 就是像它的那个影 绝对跟宅无关 它其实在它的小木屋里面 是只有被 很忙的 对 而且它是只有被天气限制 而必须要困手的时候 它才会宅在屋子里面 它其实花大量的时间 只要它允许 甚至在暴风雪中 在大雨中间 它都会远走到一个山上 它不断不断的去探索 去爬山 去爬山 然后重复的死去 流冰甚至受伤 对 就是它其实不断不断的在探索自然 然后在这个里面 然后像它最喜欢的是 天气一允许 它就会去哪里 就是搭起影帐 就直接睡在那个里面 那个里面其实是一个 对于自然这件事情的 一个彻底的一个热爱跟向往 这件事情它其实 它是有欲望 对 那隐居这件事情就 它其实隐居的目的 所以它其实里面有 大量篇幅在歌詠 山林这件事情 然后而且它也 它甚至有说 那个山林是如何洗涤 或者是 反社会也是这样子 我记得有一段 我不太记得确切的说法 它意思就是说 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政府怎么都看得到 可是你一旦 引论到那个山林里面 那又是另外一个 又是一个自由 可是那里面就是 山林里面的那种 像我们说的那个 那个禁管 就是那个分分秒秒数 如何的丰富 如何的那个冰雪的样子 就是那个壮丽的那一个美 其实我觉得是它的 另外一个更大的所求 而这件事情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就会不太认为说 山林是小银 就是它 它其实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 对于自然的一个热爱 跟积极的拥抱 我觉得所谓大跟小 是建立在传统 中国的世代福文化 观念上面 所以它存在一个价值观 对于心灵修行者的这件事情 对 可是我们如果从一个 一个拥抱自然这件事的 对 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觉得那个部分 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OK 对 今天不错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关于这一本 戴松的 《贝加尔湖隐居扎记》 里面 给我们的一些感想 顺着我们自己的思路 我们觉得可以讨论的点 事实上 戴松的书 到后来《贝加尔湖》之后 这本是它大卖的作品 在全世界都大卖 拍了电影 拍了电影 那当然这个作品之后 它陆续也还有两本作品吧 有一本是讲雪豹 对 然后另外一本是 比较近期的作品 是讲它徒步横跨法国 我记得那个徒步是 这本我也很想读 还没读 对 我觉得也蛮 徒步这件事情 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是 这也是近几年来的一个限学 很多这方面的文字 对 然后特别是 它竟然都走一些 甚至是人不走 只有动物走的一些 受尽 受尽 路径 然后完成了它 特别是在它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它受了伤 好像是非常严重的伤 然后四五个月才能从床上爬下来的 这样的创伤 所以它发愿做这件事 所以我也很好奇 特别是 也很想看它 再一次用它文字的魔法 来去描述大自然 我觉得这个是 当代作家 对我来说 这是戴松的 一系列写作里面 我觉得分外动人新鲜的地方 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去读 我们也正在阅读中 那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我们也可以再次分享戴松的作品 好